为了推广部落农特产品促进经济发展 卓西乡在伊布甘部落环境教育中心举办了在地农夫黑熊市集 非常的热闹 用小米做成的小米甜甜圈 还有部落妈妈们种的布农豆豆 以及古风部落产出的五子柠檬 这里是卓西乡一路赶布农部落环境教育中心 由相公所产业际观光管理所办理的在地农夫黑熊市集 在地农夫黑熊市集结合了乡内各市集创意高手共聚一起 展出有传统作物 手工艺品 美食等各类独具特色的摊位 首先在这里也非常地感谢我们的相公所 有这样子的音乐市集 让我们在地的小农有机会分享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作物 因为我们这边的农作物除了苦茶友之外 目前就是下雪芒果 柠檬 小米跟豆类 所以我也是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聚会 能够所有的乡亲 或者是在地的 外地的 都能够捧场我们所有卓西乡的大大小小的农特产品 活动也加入了传统设件 工艺手作以及美食体验活动 让前来的族人 游客都能吃得饱 玩得累 用碎的方式啦 然后就稍微给它靠起来 然后它就可以绑在手上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成品 这个是我们原住民的编绳 我们从原住民的编绳里面去想了一些 应该可以做我们原住民的图腾出来 在体验 觉得怎么样 也是蛮好玩的 这是野菜煎饼 哦 野菜煎饼 对 是用什么做 面粉啊 还有什么炸菜的 哦 马海南狗 为了行销推广卓西乡在地产业 吸引来自各地的民众前来 公所在一路赶部落环境中心 特别举办了在地农夫黑熊市集 与马夏尔部落元气活动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卓西乡公所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最主要是我们卓西乡的农特产品 那不仅农特产品我们要推销出去 那我们要给我们部落的七年 有一个音乐的舞台 今天的活动的主题是 卓西乡原来有 原来有什么呢 有农特产品 也有部落七年的元气 马夏部落元气音乐会 公所特地广邀 在地热爱唱歌及跳舞的乡民 希望达到行销及推广 卓西乡的特色产业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卓西乡采访报导 明镜特亩